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聯邦預算案在上星期二公布後反應不一 聯邦新聞主黨說仍未決定是否支持 而這個以尋求世代公平為名的預算案 能否滿足年輕國民的需要換取他們的支持 在今天的政論中話 我就找來學者和大家分析一下 聯邦新聞主黨早面盛在星期一表示 不滿意聯邦自由黨有關雙層津貼的安排 未能決定是否支持這份預算案 有學者說政黨之間仍然是吐價還價 比斯大學政治學系講師Steward Press指出 預算案在應對國民的需求 尤其是年輕一代已經在多方面著墨 由可負擔房屋 租金寶座 以至是托兒服務等都有顧及 而在預算案正式公布之前 執政黨將信息提早公布 又透過社交媒體宣傳才是重點 聯邦自由黨是否能夠 藉著預算案挽回民望 爭取流失到保守黨的年輕選民 Pretz也認為有難度 他又說聯邦保守黨黨令博例子 亦是繞過傳統媒體 直接透過社交媒體 以長篇幅向年輕國民說話 至於各政黨對於預算案的回應 同樣面對要符合年輕選民政治需求的挑戰 而聯邦綠黨顯然不能夠在環保議題中 突出自己 除特之切 而聯邦綠黨必須表明 他們能夠繼續做真正的欺負 為年輕選民 即使這個政府 他們支持 似乎失敗到挑戰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聯邦綠黨的能力 能夠表明有關 而聯邦綠黨 是繼續說 年輕選民 他們會有不同的方法 為這些選民 在前兩次的大選投票意向 是聯邦綠黨致勝的關鍵 面對目前低迷的民意支持率 在下一次的大選 自由黨能否再度贏得年輕選民的支持 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我們今天的政論中環就講到這裡 所以